英國王室的網紅妃子 前蘇塞薩斯公爵夫人梅根‧馬克爾 自從公開與英國王室的鑽石王老五 哈利王子的戀情之後 她的娘家人就似乎突然變得與她過不去了 經常在各種場合公開報梅根‧馬克爾的 各種黑歷史 黑材料 而梅根‧馬克爾也經常針鋒相對 在公開場合向媒體哭訴自己 娘家人對自己的各種不逝 稱自己從小在家裡 就受到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的排斥與欺負 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於是乎 梅根‧馬克爾與娘家人之間 就開始了各種互私 各種吐槽 攘引了一出梅根與娘家人之間的家族恩怨情仇 特別是梅根的同父異母姐姐 萨曼莎‧馬克爾 更是特別地熱衷在公開場合向各種媒體爆料 曝光梅根的黑歷史 黑材料 萨曼莎‧馬克爾還準備出版一部回憶錄 專門揭露梅根‧馬克爾同年時期的 種種讓人驚訝的往事 真可謂是反梅根專業戶 自從梅根‧馬克爾辭去王室高級職務之後 與政府哈利王子一起宣布離開王室 搬家到美利國定居 從王室出走 獨立發展以後 梅根‧娘家人‧馬克爾 似乎就突然變得平靜下來 幾乎很少再和梅根‧馬克爾發生各種公開的衝突 似乎梅根‧馬克爾離開英國王室之後 梅根‧馬克爾就失去了與梅根鬥爭的興趣 變得冷靜起來 梅根的姐姐也在近日打破了沉默 表明梅根‧娘家人將徹底解決與梅根的恩怨 在當地時間4月18日 英媒發表了一篇報導 報導稱 梅根‧馬克爾的同婦一母姐姐 聲稱梅根‧馬克爾將徹底解決與梅根的恩怨 據報導 梅根‧馬克爾的同婦一母姐姐‧萨曼莎‧馬克爾 稱 她的家人已經準備好解決他們的衝突 梅根的姐姐‧萨曼莎向媒體透露 梅根‧娘家人近期一直保持沉默 但是實際上 他們這已經準備好徹底解決與梅根的恩怨 將與梅根過去的種種衝突拋之腦厚 爭取達成和解 萨曼莎在家中接受媒體《每日星報》獨家採訪時說 哈利和梅根總是說人們有自己的聲音 他們梅根與哈利的聲音應該被聽到 這包括你的家人 但這意味著如果你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你認為你的家人應該被傾聽 你不會不尊重你的家人 你不會冷落他們 你不會讓他們沉默 如果你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 所有這些聲稱是的東西 你會傾聽你的家人 你會試圖思考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來達成共識呢 讓我們解決衝突 讓我們成為成年人 讓我們展示我們是更大的人 萨曼莎繼續說道 做出你想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改變 如果你想在這個世界上有好的改變 你就去做這種改變 如果你想家人之間有開放順暢的溝通 那麼你必須去做出改變 讓自己成為與家人有良好溝通的人 你必須站出來說 你知道嗎 我很抱歉 我說了那些不真實的事情 它們是有害的 家人之間應該坦誠相待 就算做錯了事情 也需要敢於承認 敢於溝通 萨曼莎有指出 但是當我們受到攻擊時 我們說的都是真話 關於我們的謊言和那些謊言 都是她梅根說的 對此事 筆者的看法是 梅根的姐姐萨曼莎 已經勇敢邁出了和解的第一步 接下來就看梅根與哈利的回應了 如果梅根與哈利能夠接過 梅根姐姐遞過來的橄欖枝 那麼她與娘家人之間的恩怨 就可以被徹底解決 如果梅根與哈利選擇沉默 或者做出負面的回應 那麼梅根與娘家人的恩怨 就無法得到解決 梅根與娘家人之間的戰爭 將會繼續進行 無休無止 那麼梅根與哈利會不會選擇 與娘家人和解呢 我們拭目以待吧 對此事 你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發表評論 孩子就像是一棵小樹苗 有些父母喜歡壓苗助長 讓孩子從小就背負壓力 也有家長為釋放孩子的天性 從小就對孩子聽之認知 典型的人物當屬是戴安娜王妃 她小時候對待小兒子哈利的方式 或許對她的人生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哈利王子自從娶了梅根以後 就像是變了一個人 果然在採訪中批評家人 父親查爾斯 哥哥威廉王子她都不放過 同為戴安娜王妃的兒子 為什麼威廉王子是一如劍王的婉重 而哈利卻像是扶不上牆的爛泥呢 這或許和戴安娜王妃的家庭教育方式有關 8歲時 戴安娜王妃的父母離婚 母親一走了之 再無音訊 她成了沒媽的孩子 父親不久之後再婚 戒母又占據了父親更多的時間 戴安娜從那時開始就成了野孩子 事故戴安娜變得越來越無屈無束 她扇過父親的耳光 把戒母推下樓梯 叛逆如現在的哈利王子 不過戴安娜深知沒有母親的痛苦 從小對威廉哈利非常的好 用縱容來說也不過分 查爾斯王子一直都很喜歡 遺花弄草 非常珍惜花園裡的一草一木 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卻經常在她的花園裡追逐嬉戏 堂而皇之地破壞父親的勞作成果 戴安娜完全不管 任憑孩子做這些讓父親傷心的事情 儘管查爾斯王子很生氣 但她畢竟是愛孩子的 又加上她的性格比較溫和 看孩子的時間比較少 兄弟倆從沒把父親的話當回事 戴安娜王妃經常說 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無屈無束地奔跑 希望威廉哈利能夠任性地過完這一生 在戴安娜王妃的影響之下 威廉王子雖調皮 但一直非常正直和善良 哈利王子就不一樣了 在很小的時候 哈利王子就變得非常難以管束 在一個大清早 她的音樂老師普里查德 將哈利五花大榜地 帶到了幼兒園園長的辦公室 一臉的怒氣 原來才四歲的哈利 在上钢琴課的時候 一直都不老實 她一邊彈钢琴 一邊用另外一隻手 扒這位男老師的褲子 她一邊對老師說 我們看見裡面的 忍了許久之後 這位老師實在是忍不住了 才有了上面的那一幕 不久之後 戴安娜王妃被校長叫來了 這位女校長 把哈利扒男老師褲子的事情 一無一時地告訴了她的母親 出人意料的是 戴安娜王妃沒有生氣 並止不住地笑了 她覺得哈利只是調皮 間接地默许了她這種做法 扒了任何家長 在這種情況之下 都應該是幫老師 而不是維護自己的孩子 戴安娜並沒有案例出牌 不久之後 哈利做的一件事情 讓她腸子都毀心了 有一天 戴安娜王妃和保鏢像往常一樣 送威廉·哈利上幼兒園 在途中 她和保鏢一直都在聊天 她完全沒有顧忌 威廉和哈利就在她的身邊 說了不少混段子 全然不知哈利正在竖起耳朵 認真地聽 保鏢一度看不下去 要中斷聊天 卻被戴安娜給阻止了 讓戴安娜王妃沒有想到的是 調皮的哈利到了幼兒園之後 把母親說的混段子 說給了那位女校長聽 戴安娜王妃再一次被叫到了 校園的辦公室 這次她被校長說得滿臉通紅 哈利王子當時 還是一個讀幼兒園的孩子 戴安娜王妃把這樣的笑話 講給她聽 竟然一點都沒想到 這樣會教壞孩子嘛 真是非常的疏忽大意 恐怕世界上沒有幾個父母 會做這樣荒唐的事情吧 儘管戴安娜王妃很愛孩子 可威廉·哈利在放學之後 都是由保姆和保鏢在照看 哈利對這些人非常的過分 小小的年紀 她竟然曾指著保姆的鼻子 說她太胖了 哈利對保鏢也不是非常友好 她經常用各種辦法 去虐待那些大人 沒有人能夠管得住她 戴安娜可以管 但不願意管 查爾斯忙於工作 不願管 保鏢和保姆又管不住 哈利王子就是在這樣 缺乏管束的環境之下長大 這樣看來 哈利現在的這般叛逆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